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96A3聊球平台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李肯瑞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这个金鱼的课题 就是红魔漫年在星期六早场的比赛里面 跟EvertonT1比1的这一场英格兰超级联赛的比赛 从漫年球迷角度来讲的话 5点收获在这场比赛我们学到的5点东西 5样东西是什么呢 Fred 没漫年的未来是不是其中一个 别走开 今天的金鱼课题就跟大家一探究竟说 漫年跟EvertonT1比1的比赛里面 漫年学到的5样东西是什么啦 AC1 96 AC1 96 AC1 play hard win 和前进 用不退缩 96 ACE play hard win 和前进 用不退缩 那么我觉得这一场比赛 漫年学到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的这它后防线又再度掉球 而且进球的是这个Andros Townsend 进球过后还是不忘做出了这个Ronaldo招牌的这个 这个庆祝动作来讽刺一下漫年的球迷一番 相信这个赛季 只要对手对上漫年进球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做出这一个Ronaldo的进球 动作来讽刺一下漫年 来嘲讽一下漫年 希望漫年球员啊 漫年球迷都要做好心理准备 会遭受到越来越多这种的讽刺啊 要做好这一点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保持一个凌风 只有我们后防线不掉球 不让对手进球球的底下 我们才可能避免这种对手以Ronaldo招牌的 庆祝方式来讽刺我们的这个 这个举动啦 不过对漫年来讲的话 这就是第一点要讨论到的这个问题了啦 我们的主场的这个凌风记录 这个是最近来讲的话 最近的这个50年来讲最差的一次啊 上一次漫年有这么差的这个后防线 现在主场有这么长的记录 没有拿到凌风 还要回到70年代啊 当时候是1974年没有记错的话 漫年最终是完成了这个 阴巢降级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赛季 所以对漫年来讲 当然这个赛季是不可能讲 他们会降级啊 可是我们还是要看一看 漫年的这个主场的这个防线啊 在主场作战里面来讲 漫年最后一次在银巢保持领风记录 还是要回到今年的3月15号 主场1比0拿下 West Sam那场银巢联赛比赛 是靠着这个West Sam球员的乌龙球 才能够1比0拿下比赛 在欧洲赛场上 漫年是在4月16号2比0拿下 Granada的这个欧巴被淘汰赛的这个比赛里面 是最后一次在主场完成领风啊 在此后11场的比赛里面 包括欧洲的比赛 包括这个银巢联赛赛场上的比赛来讲的话 漫年一共打了11场在主场比赛 这11场比赛自从4月份过后 都没有办法在主场拿下任何的这个领风的记录 当然除了这个今年8月7号的时候 漫年在季前日子赛最后一场比赛 四不零横杀Alberton的那一场比赛 不算在内的话 正式的比赛来讲 漫年最后一次在主场 All Trafford保持后防不掉球的这个青森 是回到4月16号的时候 已经是5个月前 哇6个月前的事情了 所以对漫年来讲的话 你真的必须要想尽办法先搞好这一个后防线 你后防线如此的脆弱的话 真是让人担心说 这一支漫年奖要去争贯 可是后防线老是掉球 老是给前锋压力说 一场比赛我们没有踢进两球或以上的话 很可能我们球队就是没有办法赢球的 对漫年来讲并不是一个很良好的一个情况 尤其是我们的这一个后防线 买入了Varan过后 每个人都觉得说 是时候要变到个围的这个妥当了 可是这时并没有这么做 而且我们的后防线 还是出现不断的这个掉球的情况 这是第一点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漫年的后防线 必须要紧快的这个收缩 不能够再掉一些轻松的球 像这场比赛掉的球也是非常的愚昧 所以开始讲到第二点 为什么会掉球呢 Fred这一场比赛 刚刚我们在这个封门上就讲了 Fred没有漫年未来 是不是这个头条之一 当然 确确实实是一个头条之一 我觉得Fred在漫年的职业生压 只要是漫年出名应该都是有目共睹吧 自从这个Morino的最后一个赛季 他加盟漫年过后啊 就看得出 哇他在漫年真的是有心无力啊 在漫年的这个过程里面 你不是说他没有进步 他是有进步 可是进步有够赌吗 其实不够赌 进步的这个范围够大吗 其实不够大 他在这个抢冠球上面 真球上面 并不是那么的好 是有比以往更进步 可是还是不够的好 他在这个持球进攻方面有很好吗 其实也没有很好 他的传球质量时好时坏 大部分的时候是很差劲啊 可是这一场对上 Everton的时候 也是做出一个很漂亮的这个穿中球 找到卡巴尼 结果卡巴尼投球被这个 Pickford神勇的扑了出去 这是 FRED这场比赛无疑做到一点比较好的这个事情 当然在 Everton的进球那一个方面来讲的话 FRED有两次的这个机会去做这个防守的 第一次就是赶快的给强硬的防守压上去把球抢回来 他没有做到这一点 第二次的这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他不选择放轨 他在那个时候选择放轨拿一张黄牌的话 搞不好 Everton也不会打进这个板平球 可是他没有选择这么做 他的防守不够强硬 他不选择放轨 他最终就是看着 Everton打进了这场比赛的板平球 让Talzen得以在这个Ronaldo面前耀虎扬威的 用Ronaldo招牌的庆祝方式 讽刺了曼联一番啊 所以对于FRED来讲的话 我真的是觉得说 在曼联的这个体系里面啊 你说他是防守中场 他替不好防守中场为止 你说他是控球中场 他的这个组织能力也没有到特别的好 所以你说FRED跟这个Social比起的话 哪个人更需要走 我觉得是FRED比起我们的主教练 Social更需要离开曼联了 毕竟你放眼看下曼联的中场的话 Bartish比起FRED是一个更有这个经验的这个防守中场 Bectomony比起FRED的话 是抢断球上面 甚至组织进攻能力 加上进球能力都比FRED更强劲的这个中场球 Bunderback没有多少上场机会 Bunderback天赋 始终都是要比FRED更高上的 FRED甚至这个在曼联的这个尴尬的处境 我只能讲就算Social下台啊 新的这个主帅进来很大可能性也会弃用FRED 如果你请了一个新的主帅 他弃用FRED 然后最终把FRED卖掉的话 这样你换不换Social跟FRED有没有在曼联的未来 其实两个一样的点 FRED不好 不足够你站在曼联的这个球队的这个阵容里面 你换掉了Social 新进了一个教练过后 这个教练不用FRED的话 他迟早也是把他卖掉 所以我只是觉得 比起Social来讲的话 FRED更应该要离开曼联啦 就是FRED现在来讲 他的这个水平程度在哪里 之前我可能会讲他赛Averton 可是我看了这一场比赛Averton的中场 Docore跟Alan No FRED没有这个在Averton踢球的位置 你可以讽刺一点去讲阿森纳 可是你看看阿森纳的中场 Thomas Pante Sambi Lokonga 你觉得FRED挤得进去吗 我觉得挤不进去 甚至Jaka可能都比FRED 还要好那么一点点 好是好啦 这个有点过活 当然除了这个阿森纳以外 你还能够去讲说 这个FRED在营巢上面来讲 他的水平在哪里 Brighton Brighton还有一个Lisp比赛 怎样都比FRED好 所以我只能讲 FRED现在的水平 讲难听一点 我觉得搞不好 他的现在的水平就是 Norwich这样子的球队 可是你讲Norwich的话 Norwich很假也有一个 Billy Gilmore 搞不好 分分钟也会秒过FRED的 所以讲这个的我不知道 FRED有没有这个能力 在营巢站稳脚步 他的这个 实力 他属于的这个水平在哪里 我不知道 可是非常清楚一点就是 他的水平 他的这个 不稳定的这个状态来讲的话 绝对不是在 曼联 这一个Gilmore 所以 FRED有没有曼联的未来 没有 Social跟FRED 两个在相比起来的话 谁更应该离开曼联 可能有些人会讲Social 可是我个人觉得是 FRED更应该离开曼联 因为毕竟 Social你吵了 你请了一个好的教练进来 那个好的教练 不用 FRED的话 冷冻 FRED的话 也是迟早把他卖掉了 如果Social留在曼联的话 他突然间有一天醒悟了 他觉得说 FRED不能啊 这几场比赛的状态那么差 要负上很大的责任 他迟早也是会把FRED冷藏起来 FRED冷藏起来 等不到上场机率过后 迟早也想卖掉他 曼联球迷不想看到MACFRED的话 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就是 把FRED卖掉 你只有把FRED卖掉过后 再买入一个新的方中 才能够确确实实的去解决掉 没有MACFRED的这个问题 不然的话 FRED留在曼联里面 即使我们买到一个方中进来的话 Social或者是其他的主帅 仍然是有可能有机会 放上FRED上场的后 他一上场过后 又是这么神经刀的表现的话 哇!分分重重 我们又要因为他的死物去掉球了 所以对于FRED来讲 我真的觉得 他没有这个曼联的未来啦 那么第三点要讨论的这个东西 就是 Cavani跟Ronaldo OMG 这场比赛 非常良好的看出了 Cavani跟Ronaldo 分别给除队贡献的东西 跟没有办法给除队贡献的东西啦 上半场到下半场 56分钟的时候 都是Cavani在领先这曼联的风险 我觉得 曼联在这个Cavani领先我们的风险的时候 打到非常的流畅 毕竟Cavani更愿意做很多的 回撤的动作 来到中场去抢球的话 他可以协助整体的曼联的球员 往前推的机会 可是 如果是Ronaldo在前线的话 就像下半场 56分钟过后看到情况 Ronaldo一直待在这个前场等着球的话 他不像是 这个Cavani会做很多的 回撤斜方 然后前压的这个动作 去压破对方的后方线的话 Ronaldo没有办法在这一个 曼联打不过奖局的时候 帮曼联的其他的球员制造空间 制造这个进球的这个机会 Ronaldo是一个需要被卫球的球员 可是 在曼联现在的中场非常不稳定 缺乏这个输球能力的球员底下的话 我们打到最好的战术 还是防守反击 防守反击来讲的话 我觉得Cavani比起Ronaldo更适合 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教科书般的 这一个讲解 你不需要太知道足球 可是你单单只要看曼联前面56分钟的表现 再看Ronaldo上场过后 曼联接下来的表现 你就可以很明显知道 曼联的进攻在Cavani在场上的时候 是非常的流畅的 Ronaldo上场过后 曼联的进攻好像又受到了一点程度的阻塞 有一点变造停滞不前的这个感觉 这一点也不是讲Ronaldo并不是一个很好球员 Ronaldo跟Cavani可以在场上提供给曼联的东西 Ronaldo进球的把握能力非常好 门前的这个嗅觉非常的敏锐 Cavani虽然讲也是很敏锐 没有错 可是他的这个门前的把握能力 进球能力并没有Ronaldo那么的致命 Ronaldo的话 可能就是那一种 你需要他去决杀球 在比赛打得不顺遂的时候 要赢比赛的一个最佳最佳的这个选项 Cavani的话 更适合曼联的战术 Ronaldo 我之前也是有稍微提到了 我觉得他并不完全适合 首席要踢的足球 尤其是我们大部分的时间 打到最好的东西 还是反手防击的话 Cavani愿意做回撤的动作 拉出空间 让Santro 让Greenwood 其他的这个卖联权 有前压机会找空间去反击的话 其实不免看得出来 Cavani比起Ronaldo 更适合这样子的位置 Ronaldo的话 他更需要的是一只中场控得住球 然后不断在这个中场跟左右两侧 输球进入竞群内 找他给他未兵机会的这个球队 所以比起这个Ronaldo跟Cavani的话 我觉得Cavani更适合现在曼联要踢的 这个反手反击的足球体系 Ronaldo的话 可能他比较适合像曼城这样子的这个球队 中场拿着很多的球权 然后不断的在进群内制造机会 给前锋 给不同的旗下球来一个打门机会 现在的这次曼联中场那么的脆弱 那么不稳定的球队底下 我真是觉得Ronaldo在曼联来讲的话 并不完完全全的适合 这一个Ronaldo 可是还是那一点 即使这个战术体系不适合Ronaldo 可是你也不得不佩服Ronal 回归到曼联过后 在一个不适合他的体系底下 仍然取得了蛮不错的这个进球数据 这一点就真的是毋庸置疑说 也怪不得Ronaldo是我们的这个当代最好的 这个球王之一跟Massi一样 即使他们现在已经非常的年老 可能已经在走下坡路了 可能没有在DFL时期那么强盛 可是你还是难免看得出来说 哇即使在一个不适合自己的这个体系里面 仍然可以保持这样高效率的进球回报的话 Ronaldo你还是不得不佩服他 承认他说他不快是一代球王 可是从战术体系上来讲的话 真的这一场比赛 Kavani真的是很明显 比起Ronaldo来讲 更适合曼联现在的这个替法啦 接下来Social要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拭目以待下去啦 毕竟国际赛事休战日 回来过后Rachel就回来了 前线上会多了一个 让Social值得头痛的问题啦 讲到人员配置 还有让Social头痛的问题 要进入到第四点 就是Jayden Sancho的这个定位问题啦 这一场比赛Jayden Sancho 再度替补上场的后 可以讲是久违的替出了这个 比较亮眼一点表现 他在这个左路上面顶替了进球工程 Massi上场过后 非常的活跃 可是比较让他打起点就是 他加盟曼联过后至今替的很多场比赛 都是出现在左路这个位置 Rashford 刚刚我们稍微提到的 在国际赛事休战日过后 就要回归到曼联的 在一个一线队的阵容里面 成功的养伤了 就是伤欲付出的 然后我们又看到过去几个月 Pogba出现在这个左边峰位置 Cavani上一场比赛对上 Acer Villa替补上场也是 替着左边峰位置 现在Sancho也在替着左边峰位置 哇我们左边峰位置 突然间变到非常之拥挤 再加上Jexit Lingard 也是上场的话 也是替着左边峰位置的话 这个左边峰位置已经是 越来越膨胀了 可是你可以讲 Sancho可以移去右边峰 毕竟我当初曼年买他 所以就是让他去替右边峰的 可是现在来讲 右边峰的位置是由 Greenwood去占领着 你讲Greenwood没有一个人竞争的话 把Sancho移去右边峰跟他去竞争 是一个很不错 也是很逻辑性的东西 可是我只能这样讲 Sancho好不容易在左边峰 打出一点星星 打出一点状态 这场比赛可以更舒服的 展示脚下的这个功夫 脚下的球技 细刷了几次Aberton的后方 你这一场比赛 好不容易看到他打出一点点星星 你下一场比赛Rashback回来过后 你又把他移回到右路的话 他是不是整个节奏 好不容易熟悉到了这个左路的节奏 又要全部打乱掉 全部打掉重点 要重新回到右路 再重新找状态 对于没有说你可以讲 足球场上左边跟右边 只是左边跟右边的差距 没有太多的这个差别 可是 如果是在营超这种顶级点下来讲的话 你在左路踢球 跟你在右路踢球 虽然讲都是在边路 可是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 Sancho好不容易在 左路打出了这个星星的状态过后 接下来Rashback回来过后 Sancho要偷通的这个问题就是说 哇 Sancho是否要移回到右边路 移回到右边路的话 他是否 他不容易在左路建立起来的这个星星 又要全部打掉重点 要重新找回一点状态 又要多一个时间去让Sancho适应一下 毕竟 左路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Pogba可以踢左边风 Rashback可以踢左边风 Marshall这场也是踢左边风 Lingai也是踢左边风 上一场 对Anserbilla Kavani 替不上也是踢着左边风 甚至Ronaldo也是可以去踢左边风 我们真的是左边风位置突然间很拥挤 必须要找到Sancho的定位 必须要早一点给他定下位置 不能再像之前Daniel James那样子的 时不时左边风 不然时不时就右边风 没有定位的话 他很难找到一个状态去持续下去 你要Sancho有一个很好的续航力 很好的这个状态 很稳定的状态的话 首先第一点 你必须要找好他的定位 给他一个稳定的这个位置 去守法啦 当然 最后一点的话 还是要回到Sancho的身上啦 对于这支曼联来讲的话 这个赛季 冰潮T的七场比赛 曼联打架的成绩是 4胜2合1败 21分里面 曼联拿了这个14分 掉了7分 纸面上来讲是一个 还算不错的这个结局 可是对曼联来讲的话 别忘了明天 这一个 这支影片上的时候 就是今天网上啦 就是利物浦对上 这个曼联过后 耐散比赛结束过后 英超前三名 利物浦 切尔西跟这个曼联 这三级球队 就已经是 互相有交锋过了 可是曼联这里的话 在还没有碰上 任何的这个豪门强队之前 就已经是 掉了7分 而且别忘了 10月份过后 曼联即将进入魔鬼赛城 客场对战 Lester City 打完Lester过后 欧冠要对上阿达兰达 打完阿达兰达过后 又要马上在英超上的一场上 投入 对上这个Liverpool 打完Liverpool过后 最后还有 热刺 还有曼联 还有潮汐要打 曼联还没有打 这些豪门之前 已经是掉了7分 接下来这种魔鬼赛城 曼联也不可能常常赢 意味着 曼联只会越掉越多分 然后分数只会越拉越 这个差距跟帮手差距 就会越拉越开 然后 当然紧接着 曼联可能就是 真观无望了 基本上我个人是觉得 这一场替合 Everton过后 已经是某种程度上奠定说 证明说 为什么曼联这个赛季不是真观的球队 就像我刚刚讲的 还没碰上豪门球队之前 我们已经掉了7分 你可以想像 接下来这 一两个月曼联即将要进入到的 这个魔鬼赛城里面 曼联再掉分的话 会有 对球队的信心 还有对分数 击分板上的差距 会是多么大的影响吗 对Social的球队来讲的话 真的啦 以一支要 有志气要去抢 英超冠军的这个球队来讲的话 不输球已经是不够好了 你必须要在不输球的情况底下 赢球啊 赢球才是最重要一点 你不输球 对这一支想要去争贯 曼联来讲 已经是不够好了 你 如果只是不输球 出现到很多场平均的话 最多这一支曼联 始终就只能是一个 抢式的球队 去争夺前式的球队 而不是一个 真真正正的 可以去争夺英超冠军的这个 冠军候选人的球队 这场比赛 曼联系教会我们的五样东西 就是包括 我们的后防线 尤其在主场的后防线 必须要尽可能的尽快得到解决 毕竟 这是我们自从70年代以来啊 最差最差的这个 主场的零风记录 我们最后一次在英超联赛的主场 拿到零风记录 要回到3月15号 Bread的位置必须要 得到更快速的这个解决 必须要换一个球员进来 把Fread的位置取代掉 让我们的中场更为稳定的情况底下的话 后场才不能够 才不会出现这样子持续的这个漏洞 持续掉球问题 只有你在控住中场的情况底下的话 得中场者 得天下 才能够把这个 攻守转换做到更为的流畅 Ronaldo跟Cavani 谁更适合先发 谁更适合替补上场 谁更适合曼联的体系 谁是在不适合曼联的体系底下 仍然能替出数据的 在这几点的问题也是要得到快速的解决啦 Sancho的位置的话 真的是必须要在国际赛事 球战日过后有一个定案 说Sancho接下来到底是替左边风还是右边风 必须要给Sancho一个明确的定位 他才能够打出一个有续航力的这个状态的表现 然后对于Social来讲 他必须要认识到认清到一点 就是说 不输球已经不够好了 不输球是很好的东西 可是对于一直想要争贯球队来讲 不输球是不够好的 你必须要赢球 这就是今天的这个五点的这个收获啦 不知道大家想法又是如何呢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底下让我们知道 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我们下一次再见啦各位 先这样啦 拜拜